高雄一间租车行疑似发生了租车纠纷 竟然呢就引来了恶霸杂电 老板说三天前遭到了一群黑人闯入店内 疯狂的乱杂警告意味相当浓厚 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张慧如 好的只不过伯伴众 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手拿着棍棒 随后五个人也马上来了 只见两人手插腰站在外头把风 其他人一走进租车行看到东西就疯狂乱杂 吓得三名员工赶紧逃到办公室后面 大白天下午三点钟 这群黑衣人大闹租车行狂砸了一分多钟后 在大摇大摆走出去行径相当嚣张 租车上老板看了监视器后 立刻认出带头这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 疑似是租车纠纷 租车行的车子被撞坏了 找人协调 对方也找了这名黑衣男 但似乎两方和解 价钱谈不拢 两个小时之后 电就被人砸了 警告意味相当浓厚 受害老板已经报警 邀请警方帮忙揪出这一群恶霸 好的一伤 现场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